极品飞车21热度这款游戏的PC版 在默认情况下 CPU经常会占满而导致卡顿 就算你用的是i7有20个线程 也经常会吃满 这是一个bug 这个游戏发售已经很长时间了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其实有一位大神出过一个补丁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那个补丁很多人都不会用 估计很多人都以为自动生成一下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还会卡顿或者稍有改善 其实都是不会用 我之前也做过这方面视频 现在我会用了 把方法分享给各位 首先我们找到这款游戏的路径 我们以steam版为例 找到游戏点右键选属性 找到已安装文件 右侧有一个浏览 它会自动打开游戏的目录 这目录里面有一个补丁 它会生成user.cfg文件 我们用编辑器打开它 关键问题就是在这里 千万不要用它默认生成的 以我这款cpu为例 12代的i7-UR700 它有12个核心20个线程 双击这个文件 它会生成一个 它已经检测出来了 你的cpu是12个核心20个线程 用户的配置文件已经创建 上面这个用户cfg是它默认的 我们注意看默认的是 第一行12 第二行12 最后一行是20 然后我们再看我给优化的 第一个是4 第二个是4 最后一个还是4 它默认生成的这个 是让游戏充分使用你的cpu的核心和线程 我优化的这个给它做了一个限制 从12个核心改成4个核心 然后再告诉它最大的线程只有4个 这样游戏就会使用4个 或者你可以改成6个 或者改成别的 这样我把默认值删掉 把我优化的这个给它把文件里面改回去 然后再进入游戏 现在游戏已经开始加载了 cpu占用185% 我们看右侧 右侧游戏正在加载 现在占用47% 70% 虽然我骗它 cpu只有4个核心 但是它使用的还是不少 但基本上控制在50%左右 右侧已经到了游戏加载界面 然后我们进入担任游戏 cpu占用率3-40% 右侧游戏已经加载进来了 cpu在40-30% 游戏在进入场景 cpu基本上是30左右 现在右侧游戏已经可以开车了 然后再看一下左侧的cpu 29-36 36-25 这个cpu占用率是对的 右侧游戏一直在跑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4080响卡 响卡的3D占用是70% 响卡这个占用也是对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游戏的设置 分辨率是4k 垂直总部打开 分辨率是100% 纹理超高 1米高 几乎都是超高和高 这样玩才是正常的 主要是一个补丁 让它默认生成之后 手中修改的小一些 这样就可以了 你修会了吗 一点也认识 和 靠近 小